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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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TUN! 馬鈴出來了 上一次我們有做過海南雞飯 你可能會說 從不吃海南雞飯 我每次去那些店舖都吃豬腿飯 沒辦法了 唯有做豬腿飯 因為其實它是兩個完全不同味道的東西 一家店的海南雞飯好吃 豬腿飯可能很難吃 一家店的豬腿飯可能正常 但其實我的海南雞飯可能很差 都不定的 我們今天一起做 自己家製都是一點都沒有難度的 只是買材料那一部分而已 大概你需要一堆這樣的材料 你就發現了 其實它裡面又不是跟我們平時 可能做的那些 老水什麼什麼 中式什麼什麼 老什麼什麼 那些豬手 差很遠 只差兩三樣材料 其實就正確是那個食譜 豬手 我們這樣買回來 它說是豬腿 其實就是一塊這樣的部分 前面就是南乳豬手的位置 然後就是這一節 我們把水浸滿它 浸到過了 然後開火煮 煮到水滾就可以關火了 其實這個步驟就是這樣就完成了 你看回有些是很中式很容易買的 基本上一定會有的 其中之一就是蒜頭 蒜頭也多的 大概五粒 但是沒有什麼東西 很容易的 就這樣把它切了 頭尾就可以了 因為所有東西都煮很久 所以你不用怕它不出味 把它放進袋子裡會好一點 沒有都沒有所謂 裝著它 那麼你容易一點 最後起的時候 就容易一點攪拌 就是夾起了香料 然後還有兩樣東西 就是比較中式一點的 就是白胡椒和這個八角 另外還有這個 就可能會比較難找一點 就不是真的隨便都找得到 就是龜皮 有兩支 但是你去到街市 基本上都不難找的 這三樣東西 那這三樣東西 你可以預先用一個鍋 炒一炒香去 這樣會好一點的 如果你有時間做這件事的話 那就可以預先做 跟著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個香味和平時的中式有不同的關鍵 就是這個 藍薑 那就是泰式的地方 即咖喱 那些東西都會放到 那你就在那些 泰式的店舖 或者是雜貨店 都有機會有的 那我們把它切片 那些味道就容易出 它有一種淡淡的檸檬味 這樣 冬甘公湯啊 咖喱啊 都會放它 你可能平時圍望它 就是芫茜的根部 芫茜呢 我們平時可能會用上面那些葉 或者是幼細一點的框 但是其實芫茜最重味的地方 是來自它的根部 那我們就只要這一部分 你可以留在上面 拿來做其他東西 那就略為洗一洗它 之後呢 將這個超級臭的東西 就馬上倒進去 好嗎 雖然你說 可能不吃完 你會怕這些東西很臭 但其實就沒關係 因為它跟其他東西融合 就不是那一種味 所以不怕 那水滾了 這東西就可以剷出來 那我們把肉拿出來 然後呢 沖乾淨它 好了回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步了 就是那個 老的這鍋 那個鍋子的鍋汁 都是一些非常簡單的東西 那我們直接放進鍋子裡就行了 Henri Seder 你肺子不要太重 都說了 因為藍薑和芫茜的根 其實已經是最主要的 那個泰式的感覺 的來源 所以其他東西 已經是接近和平時我們做的那些 一模一樣的 那首先 山抽 當然你買到那些地方的 類似的醬油類 就會再接近一點 這個只是 在家裡玩一下的參考 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這次我們 就會用老抽生抽 取代它就算了 都多的 蠔油 蠔油要少少 不要多一多 就會 怪的了 純粹有些海鮮類的味道 很棒 有一樣東西 看看你找不找到 就是椰糖 我們有一塊這樣的椰糖 那這裡是 約50g左右 不行你就找普通糖代替 但是不用去到50g 因為這個是椰糖 它真正甜的部分 比起一般的白砂糖少些 好 1.5L的水下去 如果你是用這些 真空煲 那你就可能要遇到多一點 因為你沒有那麼頻 去翻它 好 那之後呢 這盒東西放進去 好像已經吃得這樣 那我們加上其他東西 椰糖 老包A 老包B 豬手 都放進去 那你看到呢 就是這樣 起碼浸到差不多 就是它起碼要這樣的狀態 如果你用一個小一點的鍋 你已經可以把它浸到 那你就可以節省一點 你就可以把所有材料切成這樣 那我們在煮的途中 還有一樣 差一點落流 就是鹽 我用的大概就是 1.2茶匙左右 那就 當作參考 因為這個東西有些人都會很濃味 而且他會想很多汁 配很多飯 相對的汁可能需要濃一點 那你就再加多一點鹽 這個是肉 就這樣吃 都未去到說 很鹹 一定要配飯的那個境界 所以相對是 淡一點 沒有那麼鹹 那煮到水滾呢 就可以 關小一點的了 用這些類型的鍋 你就煮大概是 1小時 那如果你說普通 那我就剛才這樣 煮滾 關小火 2小時 那但是呢 你記得 每半個小時回來 看一看它 然後加水 不要讓它煮乾 因為很容易煮乾 乾 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它的汁會慢慢變稠 那接著呢 你那塊豬皮 很容易黏在底下 一個小時至兩個小時 這樣的時間 那就看你喜歡那個軟熟程度 這個 現在這樣味道 去到一督就散開 但是去到一個半小時呢 我自己覺得那些肉 就太霉了 那就好像沒有什麼口感 而且切件的時候 你都會遇到很多麻煩的 好 那夠時間了 那它就可以準備打開 不過我排氣先 那 我們呢 有些蛋在這裡 那就可以煮了它 因為有時候呢 這個飯呢 都會跟著一隻蛋的 等一下呢 就剝了殼 把它放進去這個汁裡面 再煮一會兒 這樣就可以煮到它 有些顏色 有些味 那就更加好 那所以就要先煮蛋 那就冷水下 然後煮它7至8分鐘 好 那我們呢 立即打開它來看看 嘩 那你見呢 已經煮到很軟的了 其實都不用刺下去都知道 那你就可以收汁 讓它深色一點 如果你是用普通的鍋 其實你已經煮了 可以慢慢收汁了 讓它越來越上色 就越來越正 那如果你是用這些鍋 那你就可以預鬆一點 所以我唯一的鍋 為什麼已經很夠呢 就是因為你還可以用 就這樣煮火 就這樣煮它 那就會再入味一點 再正一點 好 那我們的蛋煮完 就可以準備剝殼了 應該熟了 7分鐘 你知道這個菜式 第一次試 失敗了在哪個位置嗎 我想你應該開始有點猜到 這個菜式第一次試 失敗的那個位置就是 在煮蛋那裡 我煮不熟了 現在裡面都是糖心的 我感覺到有一點 另外有一件事可以說的 就是那個鹹菜的部分 你可以去街市買一些醃好的鹹菜 用清水浸了它 如果你喜歡甜 就用糖水浸了它 因為本身都挺鹹的 如果你直接吃 沒有做這個步驟 那個味道太厲害 不是很適合配那個飯 那兩個蛋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把蛋放進去 就這樣煮大概煮多半個小時 其實適合你那個軟熟的程度 你就可以收工 好了 那我們煮了一段時間 它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關火 有兩派人的 看你是哪派了 第一派就是那個醬汁 比較稠一點 然後再淋上去那個面 就好像那些蹄房 那些上海菜 那樣的感覺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先把肉 預先拿出來 不能這樣浸 它不降溫 你其實切不到 即是做不到下一步 所以先拿出來 你看 你看 那之後要怎樣做呢 就是倒一些出來 不用一次過 因為你這樣一次過 就太多了 你要加很多粉 又要煮很久 你真的要吃多少 你才加多少 然後粟粉 你預約大概兩斤左右 然後慢慢下 加少許水 拌勻 然後這邊也不用怎麼煮 這邊已經是熱的了 逐少這樣下 可能下一半先 然後等它煮滾 你看看夠不夠稠 如果不夠 就再下 那醬汁就會變成 相對稠一點的版本 那你就可以淋上去 那醬汁都弄完了 那這個呢 就放了一會 那我們也可以硬來做下一步 最好的方案 放到它完全冷了 因為它的皮 脂肪那些 就是越冷 它就越挺身 就越好切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其實可以現在照來的 那已經是很軟的了 所以是基本上 不用用力 它就已經可以 起了一塊骨 如果你這個動作做不到的 就可能你要煮久一點 那就切下去 你看這些皮 現在都很軟的 我已經預先準備好飯 那就放下去 那把那些瘦的放在下面 這個就是秘密了 接著呢 這塊就一下鏟下去 再加一塊蛋 再加一塊蛋 第半隻 不要吃那麼多蛋 最後最後 就淋上那些醬汁 那你喜歡稠就可以 淋就可以 沒有所謂的 兩樣都可以 那你就選擇你自己喜歡的東西去做 然後咸菜 你最後加就加 那我們這個 Home Version的 泰式豬肥飯 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這次這個泰式豬肥飯就完成了 做起來難度非常之低 基本上只是一顆星的難度來的 而它成本效益 又不是特別高的 因為 你只是買這塊肉 本身都去了幾十塊 所以只有兩顆 玩軟刀其實挺遲的 特別呢 如果你是沒有吃過一間 即是你心目中沒有想過一間 這間東西這個東西真的很好吃 的話 你只是 總之全部都差不多了 你好像我這樣 還沒找到最喜歡的店 這個東西呢 都是你會滿意的 我們馬上去試一下 再加了 加上醬汁就剛剛好 真的 抽一點點 即是未加生粉的 醬汁 這個肉的軟熟程度 其實就差不多了 大概就是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差不多 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的私作報告就完成了 之後呢 又交給你們了 你們可以試一下 告訴我 有什麼可以改 就是這樣 今集來到這裡 記得在Facebook 幫我繼續為人訂閱 追加會員讚 做愛蒙4C1445 都有新片 星期日多難會有 下次再見 拜拜 有沒有人去過泰國 告訴我 真正應該是怎樣 是不是有這個結的汁 代表那間東西不正宗 我也想得個GD